吉安湘明治路和圣安二街延伸出的农路 多年来是附近居民骑车前往建国路的便捷道路 不过路面狭载又没有路灯 经常会发生交通事故 为此县议员迪布斯依赖 吉安湘名代表余振华还有管辖单位 而后上午特别前往实地回刊 希望可以找出解决之道 狭载的道路就连机车想要超过单车 看起来都有点危险 这里是吉安湘明治路和圣安二街延伸出的农路 多年来是附近居民骑车前往建国路的捷径道路 不过路面狭载又没有路灯 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吉安湘名代表余振华接获民众乘情 希望可以协助解决道路的安全问题 最近有乡亲跟我反映 就是在这条保甲旧路上面发生很多危险 有时候因为道路的狭小以及照明的不足 导致在行进这条路的时候都发生了一些意外 这次就拜托迪布什议员邀急了 县政府的相关单位来这里会看 希望能够找出一个解套的方法 还给当地居民一个安全的道路 县远迪布什依赖则是希望能够把这条狭小道路 纳入北昌住一住宅的重划计划内 未来方便民众行的便利 余振华余代表他反映出来 这条路基本上是吉安郡一干县的支县六分县 这条路基本上很多人在走 大家可以在平常的时候看到这附近的住户都不走大路都走小路 这条路原则上是从中原路可以一直连接到和平路 甚至是建国路 因此我们是建议 因为最近水利完全没有农地的状况之下 可能要纳入住一住宅区的重划道路上面 所以我们是建议在未来的说明会当中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条路直接纳入的所谓的计划道路里面 另外县府建设处5号也要召开吉安乡部落说明会 县远迪布什依赖 希望民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提出意见 让县都委员会能够了解地方新生 期望能够加速办理变更程序 借刘宾盛既然相报道